今天的訊息分享是由諾德進牧師跟我們講解 討告帶來的謠書 應該是由Christine翻譯的 感謝主 謝謝Christine為我翻譯 Christine的意思就是像基督一樣的女人 感謝主 今天我們到中間來一點 今天我講的很重要一點就是要饒恕 今天講的很重要一點就是饒恕 大家喜歡饒恕人嗎 大家喜歡饒恕人嗎 有沒有 有沒有饒恕人的 的確傷害我們的人太多了 是不是 很多的事情讓我們很生氣 所以我們饒恕別人 是不是 很多事情使我們很生氣 到現在是不是很多的事情 讓我們覺得生氣被冒犯我們需要饒恕的嗎 很多事情生氣被冒犯 我們需要饒恕嗎 有很多事情真的很煩人 很多事情很煩 是不是 有沒有這樣的人請舉手 有沒有這樣困擾的 感謝主 今天的經文來自於馬太夫一個主導文 今天是馬太福音主導文 對 我們怎麼樣呢 我們就一起用廣東話讀一讀 加深我們對主導文的印象可以嗎 我們一起用廣東話讀一讀 好 所以你們禱告 一起用廣東話 所以你們禱告 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醒在地上 如同醒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叫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全並容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Hallelujah 大家覺得主導文結束之後呢 應該耶穌開啟另外一個主題 應該開啟另外一個主題 應該開啟另外一個主題 但是耶穌好像沒有 在主導文結束之後的十四節 耶穌接著說 在主導文結束之後 耶穌接著說 他們說你們饒恕人的過範 你們饒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過範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範 你們的過範也必饒恕你的過範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的過範 我們覺得耶穌好像三次提起 耶穌三番四次提起 這個事情很重大 就在於說饒恕 這個事情很重大 就在於饒恕 因為饒恕的確不容易 承認嗎 因為饒恕實在不容易 請告訴我 饒恕別人很容易的請舉手 有覺得饒恕別人很容易的請舉手 感謝主 你真是一個智慧人 你是一個智慧的人 真是一個智慧人 那不饒恕別人的時候 會在你的心裡面形成一個苦毒 不饒恕人的時候 這個會在你的心裡面形成一個苦 因為很多的心理學家告訴你 很多的心理學家告訴你 如果他人讓你生氣 你應該努力去饒恕他 因為如果這個生氣不去解決的話 就會形成苦毒 因為這個生氣不去解決的話 就會形成苦毒 承認嗎 承認不承認 承認請舉手 如果這個生氣 苦毒不去解決的話 就會成為一個靜默的殺手 如果這個苦毒不去解決的話 就會成為一個靜默的殺手 有一個著名的基督教 作者叫Max Lucido 他說苦毒好比一個人為了殺死一隻老鼠 而燒毀了整個屋子 他説過苦毒好比一個人為了殺死一隻老鼠 他説過苦毒好比一個人為了殺死一個老鼠 而消毀 有沒有這個情況 有嗎 有這個情況 他會破壞你的健康 破壞你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饒恕承認吧 所以我們必須要饒恕 這個道理大家都很懂 道理大家都懂 是不是 耶穌的確要我們做 耶穌要我們去做 但是饒恕有時候碰到很大的困難 有時候饒恕碰到很大的困難 就是我們試圖努力饒恕他人的過犯 但是獲取自身的問題 但是忽略了自己的問題 覺得世界所有人都冒犯了你 世界所有人都冒犯了你 所以你必須饒恕別人 所以你必須饒恕別人 但是經常講得很清楚 饒恕他人的過犯 但是饒恕他人的過犯 是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是出於他人的過犯呢 問題不一定 那麼在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 在人際關係當中 就是說你對中有錯錯中有對 你對中有錯錯中有對 所以中文講錯中複雜 是不是 尤其是關係密切的人 尤其是關係密切的人 所以很多的問題不完全在於你的過錯 所以很多問題不是完全是你 承認不承認 承認不承認 如果全是他的錯 反而好辦 如果全部是他人的錯 承認不承認 承認不承認 這個弟兄點頭了是不是 所以聖經裡面 我今天想分享主要一句經文 來自《真言書》19章11節 所以今天主要分享的經文是 就是人有見識 就不輕易發怒 若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 寬恕人的過世 便是自己的榮耀 很多事情讓你很生氣 不一定是別人的過錯 也不全部是你的過錯 也不一定是你自己的錯 有的時候是來自你的見識怎麼樣 不夠 有時候來自於你的見識不夠 所以你生氣 所以你生氣 所以你生氣的東西不一定來自別人冒犯你 所以你生氣的地方 所以保羅在《新約》裡面 在《菲利比書》裡面講得很清晰 《菲利比教會》是保羅最愛的教會 最心愛的教會 《菲利比教會》 《菲利比教會》是保羅最喜歡的教會 《菲利比教會》是保羅最喜歡的教會 甚至是在眼睛中的同仁 但是他寫信給《菲利比》的時候 他寫信給《菲利比》的時候 他說我禱告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保羅其實告訴《菲利比人》 你們的知識和見識阻礙了你們的愛心 阻礙了你們的愛心 尤其在後面講的見識 尤其在後面講的見識 英文講的 insight depth of insight 英文講的 depth of insight 那麼在《哥林多前書》裡面就講了 愛是什麼呢 《歌律多前書》裡面講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情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輕易發怒 一個輕易發怒的人 一個輕易發怒的人 我們可以說是建設 有點問題 我們可以說見識有些問題 你動不動就發火 動不動就發怒 什麼性能讓你發火 什麼事你發怒 單位你們老闆不好 對不對 要是你老闆不好 他家裡老婆不好 要是老婆不夠好 是嗎 孩子不好 各樣都不好 很有可能是你的見識不夠 很有可能是你見識不夠 所以這點很重要 所以這點是 錯誤的原諒 就是把自己的錯誤 加到別人身上 然後去原諒別人的過分 錯誤的原諒 就是把自己的錯誤 他就減少法怒 見識多的人會減少法怒 那麼為什麼這麼說呢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見識多的人 不再堅持自己的標準 見識多的人 不堅持自己的標準 如果凡是都以自己為標準 凡是以自己為標準 甚至是先入為主的標準 比如說我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面 我出生在這個家庭裡面 我的講話都是輕輕的 小聲的 我講話都是小聲的 那是我的標準 那就是我的標準 結果你嫁給你像Kent這樣的大嘴巴 結果你 講話 哇哇哇 你好生氣喔 那就是很大聲 大家就很生氣 那時候你出生在一個 隨意的家庭裡面 如果你出生在一個 比較隨意的家庭裡面 結果看 結果什麼呢 另外你娶了一個太太 什麼都是小心 如果你娶了一個太太 什麼都小心翼翼的 什麼東西都這樣放 這樣放 你好生氣喔 你都很生氣 那個見識什麼呢 因為受制於你的原生家庭 見識受制於你的原生家庭 然後你用這個標準去看待一切的時候 你用這個標準看待一切 那怎麼樣呢 就會有很多的生氣 會有很多很多的生氣 我在上海的時候 我就明白這個道理 後來我明白這個道理 也是很痛苦才明白的 很痛苦才明白 我是北方人 我是北方人 所以蘇北人 蘇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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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有個女孩子和我玩得滿好 有一天請我吃中飯 有個女孩子和我玩得很好 那我就吃了對不對 一天請我去吃中午飯 後來當然沒有發展下去 後來沒有發展下去 後來沒有發展下去 過了二十多年 過了二十多年 她才告訴我說 她落得進去那天中午 你去我家的時候 吃了一盆西紅柿 那天中午你去我家吃了一盆西紅柿 一盆 那我想一盆有多大呢 一盆有多大呢 我想來想去 這個盆應該是上海人的盆 不是我們北方的盆 你去上海的時候你知道 上海的標準和外地的標準 北方標準不一樣的 上海的標準的盆和北方人的標準不一樣 上海人的一碗 上海人的一碗 實際上是北方一小碟 北方人一小碟 很小 那北方的碗呢 就是上海人的盆的概念 北方人的碗就是上海人的盆 那北方真的這麼盆的時候 上海人就是盆了 北方人真的用盆的時候 上海人就是一個 那麼北方人的盆 上海人就沒有概念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上海人就沒有了概念了 好大 所以帶著這種觀念 所以帶著這種觀念 去看我吃了一盆東西 他看我吃了一盆東西 我想他可能看的時候 不是個滋味 這個女生看了之後覺得不是滋味 太失望了 好失望 這簡直是一頭豬 簡直一頭 一盆西紅豉吃掉了 一盆西紅豉吃了 這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很多時候先入為主的認識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先入為主的觀念 是以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 看待別人 這不叫見識 看待別人 這叫什麼呀 這叫什麼 這叫偏見 這個叫偏見 並不是什麼正見 並不是正見 並不是正見 所以 當我們和人相處的時候 就是說 見多識廣 當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 就會慢慢見多識廣 對 見多識廣是一個智慧的人 見多識廣是一個智慧的人 因為他看得多 對他人有一個精準的看見 對他人有一個精準的看見 所以別人的表現 不會讓他隨便生氣的 所以別人的表現 不會讓他隨便發怒 中文還有一個真知左見 中文還有一個真知著 左見 真知左見 當然還有一句話 就是少見多怪 還有一句話叫小見多怪 見識少的時候 就會怪 這怪不是說奇怪的怪 不是奇怪的怪 不是妖怪的怪 當你見識少的時候 你永遠去責備別人 怪罪別人 當你見識少的時候 永遠都是責備別人 就是你只有一個標準 看人的時候 你就容易去什麼呢 只怪別人 當你只用一個標準去看人的時候 容易去怎麼樣 只怪別人 生氣 很容易去發怒 所以在這個真言書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生氣多說明什麼 很有可能是什麼 是一個是你見識太少 見識太少 見識太少 那麼我們怎麼樣才能提高我們見識 我們必須認識到哪些是我們先入為主的概念 我們必須認識到哪些是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 一定要把我們原生家庭 地獄的概念的東西 認識到這是有限的 一定要把我們現生家庭裏面的觀念 和地域性的觀念 其次認識 對 其次要知道 我們很多的知識 都是一種 我們很多的思想都是知識為導向的 我們很多個 知識都為導向的 知識 知識為導向的 書本 書本 對 基本上我們現在學習的方法都是從書本出發 承認嗎 所以我們很多學習的方法都是從書本出發 基本上我們都是一輩子都在讀書 前面十幾歲都在讀書 大學前面 洗衣服都不會 覺得那個鍋鏟是千斤之重 覺得那個鍋鏟很重 他讀書讀得很好 但是書讀得很好 所以出現一個現象是什麼呢 人們可以在知識的海洋裏面遨游 人們可以在知識的海洋裏面遨游 就像我們看原來是一個救生員一樣 在知識的海洋裏面遨游得很好 可是在現實裏面的海灘上擱淺了 可惜在現實裏面擱淺了 我媽媽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我媽媽 我自己的媽媽 其實她沒讀過書 其實她沒讀過書 但是她很有智慧 但是她很有智慧 處理人際關係方方面面很有智慧 但是她處理人際關係方方面面很有智慧 我為她做八十大手的時候 我為她做八十大手的時候 她的身邊牽著她的手 第一次牽媽媽的手 她站在身邊拉著她的手 她就跟我說小靖 小靖 她說 我對妳有個評價 小靖 我對妳的評價是 她說妳會讀書 妳會讀書 她說我會讀人 我會讀人 這句話對我很大的震撼 這句話對我有很大的震撼 這句話對我有很大的震撼 我會讀書 但是對於人 我不會讀 我好懂讀書 但是我不會讀人 對人不敏感 對人不敏感 因為我對世界的認識出於書本 我對世界的人識出於書本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認識 基本是從書本過來的 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基本是從書本上 對一個真實的人缺少一個尊重 但是對真實的人缺少一個尊重 深刻的認識 深刻的認識 明白意思嗎 譬如說很簡單 有時候我看一個盤子 說是圓的 圓盤 一個盤是圓的 我甚至覺得它不圓 我甚至覺得它不圓 我不能接受它是個圓盤 我不可以接受它是圓盤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在我的理念裡面 這個圓應該是圓規畫出來 紙上畫出來的一個圓 才是真實的圓 圓規畫出來的圓 是一點瑕疵都沒有的那個才是圓 所以看那個圓盤有一點小缺口 看那個圓盤有一點小缺口 或者是不那麼完全圓 我都不覺得 我都會批判這個圓盤 我都會批判這個圓盤 換句說我的標準完全建基於我的指使 我的標準完全建立在我的知識裏面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基督徒面臨很大的困境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基督徒變立 我們對於聖經可以很熟悉 很熟悉 聖經很熟悉 我們對聖經很熟悉 可是對於人不熟悉 可惜對於人不熟悉 甚至你所愛的人都不熟悉 即使對愛的人都不熟悉 我們熟悉用一個標準套在別人身上 我們熟悉用一個標準套在別人身上 比如看到牧師就說 牧師你應該是這樣子的 比如看到牧師就覺得牧師你應該是這樣的 一個姊妹是應該這樣的 或者她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的思想體系 永遠是用你思維中的標準 來映套在現實上面 我們的思維標準是 我們的認知是用思維中的標準 很多時候是不成功的 很多時候是不成功的 可是怎麼辦呢 我們又回到聖經裡面 又強化那個標準 我們又回到聖經裡面 強化這個標準 始終沒有什麼呢 沒有去真正的認識人和世界 始終沒有真正去認識人同事 所以這是很大的痛苦 這是很大的痛苦 歷史上講到達芬奇畫蛋的故事 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對我很大的啟發 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達芬奇大家知道 是畫蒙拉莉莎的那個畫家 大家都知道嗎 達芬奇就是畫蒙拉莉莎的那個畫家 知道前舉手 達芬奇 大家知道的 知道的 這個故事講的是 從前她去學畫的時候 老師讓她畫了什麼呢 從前她學畫的時候 花三年的時間畫一個雞蛋 老師讓她用三年的時間畫蛋 畫了一個雞蛋 達芬奇畫了幾天 老師為什麼讓我畫雞蛋呢 達芬奇畫了幾天 經常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經常要我畫蛋 但是一個老師她看穿達芬奇的心 但是老師看穿了達芬奇的心 你不要小看這個雞蛋 你不要小看這個雞蛋 雞蛋雖然普通 雞蛋雖然普通 你能找出兩個完全一樣的雞蛋嗎 你可不可以找到完全一樣的雞蛋嗎 就是同一個雞蛋 即是同一個雞蛋 你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你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你能觀察不同的形狀 都會是一個不同的形狀 而且光線也影響這個雞蛋的形狀 光線也影響這個形狀的原因 也是因素 同時光線也是影響這個雞蛋的因素 你在畫雞蛋的過程中注意到這些嗎 你在畫畫的過程中注意到這些嗎 我要你畫雞蛋 我要你畫雞蛋 是要鍛鍊你的眼力 是要鍛鍊你的眼力 這是繪畫的基本功 就是畫畫的基本功 你要把這個簡單的雞蛋畫好了 你要把這個簡單的雞蛋畫好 才能畫其他複雜的物體 終於達分其恍然大悟 從此達分其訪言大悟 吸取經驗教訓 練習繪畫的基本功 後來成為一個著名的畫家 在我們中國的解釋裡面 就是說一定要抓基本功 在中國的畫來講 就是要抓基本功 要反覆地抓基本功 但是更深的一層意識 更深的一層意識 基本功在於你對事物 有一個精準的認識 基本功在於你對事物的 有一個精準的認識 有時候你會覺得 我和我結婚這麼多年的太太 或者丈夫 有時候你覺得 跟你結婚這麼多年的太太 或者丈夫 對我說的一些話 對我說的一些話 好像是個外人一樣 好像一個外人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把我這個蛋給畫好 因為他沒有把這個蛋畫好 我本來是個好蛋 我本來是一個好的蛋 有的時候被看成壞蛋 有時候被看成壞蛋 就是這個雞蛋裡面所透露的學問 就是這個雞蛋裡面所透露出來的學問 可以增加自己的見識 那麼見識呢 我從三個方面來講 見識我們要跟三個方面來講 第一點是我們對上帝的認識 第一點是我們對上帝的認識 第二點是我們對他人的認識 第二點是對他人的認識 第三點是對自己有一個深刻的見識 第三點是對自己有深刻的認識 就好像三位一樣 一個是XYZ 就好像XYZ 大家搞功課的人明白了嗎 我們的見識首先來自於對上帝的 一個深刻的認識 我們的見識首先類似對上帝一個正確的認識 很多時候我們說與神相見 與神相見 與神相見 看見神 我親眼看見神 我親眼看見神 請問這裡有沒有誰親眼看見神 請問這裡有沒有誰親眼看見神 我們在夢中看到的 我們在夢中看到的 意想中看到的 我承認神可以啟示給你 我覺得神可以啟示給你 遇見神乃是要看見耶穌基督 如果你的耶穌基督都不認識他 如果耶穌基督都不認識他 如果耶穌基督不認識 你說看見神 經常講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腹懷你的獨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只有腹懷中的獨生子 將他表現出來 你不去看耶穌基督 你怎麼能對神有一個深刻的認識 你怎麼可能對神有一個深刻的認識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那個 拿單葉對斐利索 拿上來還出什麼好人呢 斐利索 你來看 你來看耶穌 你看你來看耶穌 他有一個北部長 一個北部長 一個北部長 北部長 北部長 他是執行死刑的 北部長 對 他是執行死刑的 他是執行死刑的這個負責人 他看見耶穌這樣喊叫和斷氣 他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 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這個人真是神的兒子 因為這個北部長 是用自己的眼睛 看見了耶穌 這個北部長 是用自己的眼睛看見了耶穌 耶穌從被抓被審判 到最後到死整個過程之中 他看到耶穌和其他的犯人是不一樣的 他看到耶穌基督和其他犯人不一樣 他從耶穌身上看到的 他跟耶穌身上看到的 這個數字是超過人的數字 遠遠超過人的數字 他看到了上帝 他看到了上帝 如果一個普通犯人 如果一個普通犯人 他嘴巴裡面肯定是到處罵人 胡說八道 如果一個普通犯人在裡面 他肯定是到處罵人 披滾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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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大小便失禁 大小便失禁 對吧 但是在十字架上耶穌所體現出來的 是超過常人的尊嚴和愛心 在十字架上耶穌聽出來是超乎常人的 所以北夫長沒有過去 沒有聽過耶穌講道 雖然北夫長沒有聽過耶穌講道 沒有看耶穌行神祭 沒有看到耶穌行神祭 但是他看十字架上的耶穌 但是他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穌 他就看到了神的兒子 他就看到神的兒子 所以我們對上帝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所以我們對上帝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必須在耶穌基督身上 必須在耶穌基督身上 我們才認識到神是多麼的愛我們 我們才體會到神是多麼的愛我們 同時也知道我們作為人 我們的罪有多大 我們的罪有多大 我們通過看耶穌基督 我們通過看耶穌基督 我們對神才有一個真正的見識 我們對神才有一個真正的認識 那我們如何去看人呢 我們如何去看人呢 耶穌給我們做了榜樣 耶穌做了一個榜樣 一個會堂裡面有一個女人 被鬼附了十八年 腰彎一點直不起來 一個女人被鬼附著病了十八年 腰彎一點都靜不起身 他也來敬拜 他也來敬拜 可以想像他的地位不高的 可以想像他的地位不高 耶穌受聖靈感動 耶穌受聖靈感動 當場醫治了他 當場醫治了他 結果惹了大禍 結果惹了大禍 管會堂很生氣 管會堂很生氣 就是當地的座堂牧師 當地的座堂牧師 結果邀請耶穌過來做課座講員 邀請耶穌過來做課座講員 結果他安息為人治病 結果他為人治病 所以座堂牧師很不開心 所以座堂牧師很不開心 你看耶穌怎麼說 耶穌怎麼說 他說這個女人也是亞伯拉的後裔 這個女人本是亞伯拉的後裔 被撒旦捆綁了十八年 被撒旦捆綁了十八年 不當著安息日解開他的榜 而得自由嗎 不當著安息日解開他的榜 得自由 當耶穌看人的時候 當耶穌看人的時候 他看到這個人的尊嚴和他的現狀 他看到這個人的尊嚴和現狀 他也是亞伯拉的子孫 和你們一樣 這個女人也是亞伯拉的子孫 和你們一樣 他看到這個女人被撒旦捆綁了十八年 極其痛苦 所以他對他人的看法 他對他人的看法 是極其到位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從表面看人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從表面看人 很多時候我們就不說了 很多時候我們就不說了 所以當我們有基督心的時候 當我們有基督的心的時候 我們認識神 我們對他人才有一個真實的看見 如果別人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 如果別人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 你說他本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你認為他本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但是被罪捆綁了 他來傷了我 你會生氣嗎 你會生氣嗎 你不會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子對我 你會覺得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你會覺得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因為你認為什麼呢 因為你認為什麼呢 因為你認為什麼 每個人都像天使一樣的 因為你覺得每個人都好像天使一樣 你犯錯誤的時候別人都可以對你很好 你犯錯誤 這是對人性的一個錯誤的認識 這是人性一個錯誤的認識 極其錯誤的認識 你可以說我是罪人 你可以說我是罪人 可是我不能接受別人是罪人 但是我不能接受別人是罪人 這不是一個見識 這是一個偏見 當你對他人有一個真誠的認識的時候 當你對他人有一個真誠的認識的時候 你不會生氣的 你不會發怒生氣 別人有時候做了一件事情 人家有時候做了一件事情 他有他的痛苦和難處所在 他有他的痛苦和難處所在 只是你不知道 只是你不知道 他人跟你一樣 他人和你一樣 他人跟你一樣 生活在現實當中也是油鹽醬醋 生活在現實當中也是油鹽醬醋醋 也要生孩子 也要養孩子 也要掙錢去買房子 也要賺錢買樓 他有心裏面的開心和不開心 他也有去心裏面的開心和不開心 跟你是一樣的 但是每個人又不完全一樣 但是每個人又不完全一樣 正如天底下沒有兩片同樣的雪花 為什麽要堅持自己的標準 為什麽要堅持自己的標準 就是對別人生氣呢 就是對別人生氣呢 第三點是什麽呢 我們看見自己 我們看見自己 他就是我們人是看不見自己的 我們人是看不見自己 我們需要聖靈的光照 我們需要聖靈的光照 因為今天同樣也寫著 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的都為正 人所行在自己眼中看的都為正 人所行在自己眼中看的都為正 對 他從自己眼中看自己永遠是正確的 他跟自己眼光看自己永遠都是正確的 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聖靈會過來告訴我們 聖靈會過來告訴我們 在禱告之中 在禱告之中 聖靈會和我們說話 聖靈會和我們說話 在我們心裏面感動我們 在我們心裏面感動 我們所以要看我們合乎正道 不會偏不倚 所以我們需要在禱告之中 我們需要在禱告之中 求神起死我們 求神起死我們 其次呢 要留意他人給我們的反饋 其次由於他人給我們的反饋 當然我們反饋都喜歡聽positive 當然每個人都喜歡聽正面的反饋 Positive反饋也很重要 很重要 正面的反應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負面的反饋也特別的重要 但是負面的反饋也很重要 因為往往別人的反饋 讓你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往往別人的反饋 會讓你自己看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我講最後一個故事 然後我就結束了 十多年前我在聖工會你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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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會你侍奉 聖工會你侍奉 大家可以想像 十多年前我是什麼樣的一個特點 十多年前我是怎樣的特點 很有衝勵 很有衝勁 做事情很快 做事情很快 思想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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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頭髮也比現在多得多 頭髮都比現在多 皺紋比現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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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一個特點是什麼呢 但是我有一個特點 我沒有好好聽別人的話 我當時是一個主人牧師要退休 當時有個主任牧師要退休 還有一個同工 有幾個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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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當時老牧師跟我講 什麼讓我做一個事情 當時老牧師跟我講 要做一件事情 我當時就回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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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這個同工過來 收過來的 就是這個同工 收過來的 他說 落船到 你是這樣的驕傲 你是這樣的教 驕傲 老牧師講的話 你是一口拒絕 老牧師講的話 你一口拒絕 然後講了一點點很多 然後講了很多很多 最後是說 我宣布辭職不幹 我宣布辭職不幹 他宣布辭職不幹 他宣布辭職不幹 我問老牧師幹什麼 他問老牧師應該怎麼做 老牧師你看著辦 老牧師跟我說 你看著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禮拜天的時候 星期日的時候 我第一個到教會的 我第一個到教會 在辦公室裡面 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我從裡面 辦理的時候我從你出來 我辦理的時候 我從裡面出來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姊妹 進來了 就是這個時候 這個姊妹進來了 大家面面相訊 大家面對面 面對面 面對面相訊 但是這個時候 聖靈給我感動 但是這個時候 聖靈給我感動 我是Vivian姊妹 她說Vivian 你寫的信我收到了 你的信我收到了 她特別的 她當然收到 她不知道怎麼說 她當時打了個凸 不知道怎麼說話 我說如果那個地方錯了 如果你發現我那個地方錯了 我說如果你發現我哪個地方錯了 你就原諒我 你就原諒我 然後彈你一哄 你突然就哄起來了 面對一間就哄 她對我的態度變了 這個姊妹對我的態度變了 後來我離開這個教會的時候 後來我離開那個教會的時候 我收到了一張卡片 我收到一張卡片 對我大家讚賞 對我大家讚賞 感謝主 感謝主 因為聖靈感動我 因為聖靈感動我 沒有說Vivian姊妹 我的確錯了 沒有說Vivian姊妹 我確實錯了 我只是說 如果你發現我錯了 我當時並沒有覺得我錯 我當時並沒有覺得我錯 你覺得我錯了 你覺得對意思嗎 Vivian 如果你發覺我錯了 請你原諒我 我當時說 如果你發現我錯了 請你原諒我 從Vivian的角度來說 從Vivian的角度來說 她已經發覺我錯了 她已經發覺我錯了 從我的角度來說 從我的角度來說 我並沒有認為我錯 我沒有覺得自己錯 我只說如果我錯 我只是說如果我錯了 如果我錯了 感謝主 後來我發覺我錯了 後來我發覺我錯了 因為你聽別人的話的時候 因為你聽別人說話的時候 一定要把話聽完 一定要把別人的說話聽完 而且你不做這個事情 你給這個原因出來 如果你不做這個事情 你要講出一個原因 而是當然要給抱歉 對不起 什麼是這個事情 我真的不能做 你那種適當的理由 趕快告訴別人 原因是什麼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方式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方式 不是我覺得我做不了 我說不做 原不是我覺得我做不到 就是我不做 但是感謝主 感謝主 起碼 起碼 我讓她給我一個反饋 我知道她給我的反饋 讓她給我一個反饋 我知道 你給我寫的東西 我都看了 我知道你寫了信給我 如果你認為我錯了 我再聽 如果你覺得我錯了 我再聽 哈利路亞 那麼從小小的謙卑裡面 在小小的謙卑裡面 我們把這個僵局扭轉 我將這個僵局扭轉 所以我們和人交流的時候 所以我們和人交流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保險的方法 我錯 我錯了 都是我錯 這個保險的方法就是我錯 這個顯得不太好 如果弟兄 如果那個地方你認為我錯了 如果你覺得哪方面我錯了 而且我的確是錯了 而且我的確是錯了 但你一定要原諒我 你要原諒我 但你明白意思了嗎 所以在我們人交流之中 在我們人交流當中 一定要明白哪個是我們自己所帶來的錯誤 一定要明白哪個是我們自己帶來的錯誤 如果我們的確是在基督裡面 如果我們的確在基督裡面 無緣無故 被別人冒犯 因為基督的命被逼迫 被攻擊 因為基督的緣故被攻擊 被那個十字架 我們要饒恕來冒犯我們的人 如果是你的問題 你應該請求對方饒恕你在對 你應該請求對方饒恕你 對不起對不起 結果你後來做了一些動作 你先原諒我生氣這個不好 請你先諒我生氣這個 所以這個就形成人和人 彼此認罪和饒恕的良性循環 這個就形成一個人和人之間 彼此認罪和饒恕的一個循環 所以雅各書裡面講得很清楚 你們要彼此認罪 彼此饒恕 求神光照 提高我們的見識 真實地去認識上帝 真實地認識主耶穌基督 能夠真實地認識他人 真實地認識到自己 以至於對他人有一種同情心和同理心 以至於對他人有一種同情心和同理心 有一個尊重 有一個尊重 欣賞 欣賞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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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就可以在人和人之間有效地 使用主題我們的命令就是要饒恕 所以我們人和人之間就有一個 如果你需要被饒恕 你就求別人饒恕你 如果你需要被饒恕 就求別人饒恕你 如果別人需要饒恕的話 如果別人需要饒恕 你就即使去饒恕別人 你就及時地饒恕別人 不是你自己做判官 不是你自己做判官 也不是他做得對你做得對 不是他自己做得對 對就對 而是把主權交給神 也是把主權交給神 他哪怕對你做得再錯 即使他對你做得再錯 你說 由主來處理 你可以說由主來判官 主要打理是主的事情 主要打理五十大百 一百大百 那是主的事情 由主來判這個事情 指示我把這個主權交給上帝 將這個主權交給上帝 我為你祝福祷告 我為你祝福祷告 哈利路亞 這樣的話 祷告就可以帶來真正的饒恕 這樣祷告就會帶來真正的饒恕 對不起你們饒恕 我超時了一分鐘 對不起 饒恕我超時了一分鐘 把榮耀歸給主 買榮耀歸給主 謝謝 謝謝